人家咯 欸我的嘉賓耶 哇很香很香很香 這個就非常多 半門 半面 我不想吃啊 半米 這裡是Gengjarum最大的廟 在這邊新年不是很多人 哇很美耶 你去我幫你拍照 我怎麼會等你啊 很猛啊 八糕五香肉 結合雞蛋麵線是嗎 哈囉 哈囉 早安導演 我在去哪裡其實 我們去Gengjarum Gengjarum啊 欸真的有神秘嘉賓啊 就講不是我一個人了啦 哇這樣真的是 我覺得輕鬆很多耶這樣子 是我認識的嘛 哇 老錯老錯 這句話叫老錯 我會笑 我是Hogget人 現在仔細看一下 看公司 哇 而且很復古的味道耶 有點像我阿嬤家的感覺 新春大吉要敲門先 哇 很可愛的房間耶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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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難道是傳說中的任務卡 救你喔 欸真的是任務卡喔 哇 哇 我真的是做製作人的料耶 可以看一下什麼先啊 最好是個健胎的女神 以後 能上班就最好啦 我們知道現在 緊張容量了嗎 現在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去買一點小吃先嗎 在這邊 炸香蕉 嗨老闆好 給我炸香蕉和炸年糕兩人份吧 哇這個很大條 我還以為是 這個很大條 對不起 叫什麼 Pisang Tando Pisang Tando 牛角椒 牛角椒 OK好 謝謝老闆 謝謝 這是我們今晚的民宿嗎 喔 我們要去驚喜啊 嘿嘿嘿 哈哈 咦我的嘉賓耶 哪裡是我的嘉賓 我覺得他應該會先嚇到 之後鬆一口氣 唉唷 我沒想到 我怎麼會再拿一個帥哥 真的是你的老鼠 你以為我後來想來啊 我要說我自己進來講 不難喔 我不要喔 這邊你剛到啊 我剛到我 我到很久了咯 我要等最大牌的主持人 那是我 你逛了嗎 這邊 我逛了一輪 你要去看嗎 等一下 等你心情好的時候 我再跟你講 我們的任務是什麼 沒有任務嘛 等你逛逛 這個是你今天晚上睡的地方 這是沒有床 來吧 就是沒有床才給你睡 對 這地方很特別耶 從我們去 我們下面看看 這個房間嗎 可能是我們的房間了 裝人床 很有感覺耶 沒有我覺得這是重點 你老家有這個嗎 有啦 我就講我阿嬤家有啦 我阿嬤家也有這個 尤其我阿嬤會把 可能吃不完的菜放裡面的 然後放到晚上的我 她講不會壞的我 試看 試看 誰會放進去 試看 我要做 是雕號剛剛買的 我們先坐這邊吧 這怎麼來的 你懂嗎 這個那麼大片的 不想教咩 那麼明顯的嗎 我都喜歡露一點線了 來 我們擦一點 這味道我們可以要擦 沒有到很遠 心臟不一樣 可是因為它扁的時候 它口感就比較不一樣了 就只要吃到麵粉的口感 它就沒有那麼扎實 你會講福建話的嗎 吃飽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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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正確的福建話點餐 成功點餐後呢 將引起自國族所準備的食材 去親手製作福建傳統新年美食 晚貴五香肉捲雞蛋麵線 這我們今晚可以不用吃東西 我完全不 你會嗎 我其實會 我是福建 我可以交給你了 我是福建 我晚上靠你了 她想等你來 把這東西交給你 可是 這是兩個不同任務來的 我會講 我不會煮 OK 我會煮 我是 我身稱 不身稱 是公認的 美女出身 就是你 所以你叫我煮 風格合作可以 一點表情我跟你講 已經有了 因為她表情是對的 沒有錯的 OK 我們之前吃東西先 吃飽味 準備吃飽味 超熱的餐廳 都是要住在裡面的 我來過 她就是在一間店 然後幾號路幾號路 哪一個東西出名 有可能這間屋子 特別就是餐廳這樣做 不是很了解 我是很期待 我會感受到什麼文化 哇很香很香很香 哇 你比整領喔 這樣都吃不到喔 欸就是 這個就是 蛤 就這個喔 我來看一下 蛤這個平線畫 你叫什麼我會聽到 呃 斑門 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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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叫什麼 我會聽到 我會聽到耶 來 斑面 斑面 清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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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乾老吃清湯 嗯 OK OK 感謝 難啊 欸不是難為我們 是難為老闆的嗎 是耶 幸好有你耶 不然我加 幹嘛連麵都加不到 我有點後悔 在這邊 可是我把麵要來了 欸可是我想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肥耶 OK 所以 可以垮耶 那老闆這邊只是賣清湯 賣清湯口味吧 還有賣別人的口味嗎 哪個口味 清湯咖哩 喔它有咖哩啊 咖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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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哈哈哈 OK啦我去等啦 我來了 又乾撈的 這個是咖哩的 這是咖哩的 可是它咖哩的顏色喔 咖哩要不一樣 你有沒有覺得 它偏orange一點的 它不是鮮紅那種 應該是有很多蛋吧 應該是煙啊還是什麼吧 煙啊還是蛋 不懂吃看吃看 來 夾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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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蟲油味很香 你知道蟲油味嗎 而且每一片的厚度都稍微有一點不一樣 有時候吃到彈鴨 有時候吃到飽了 橙次感 這辣椒咖哩是不一樣耶 真的有阿桑 有一點 嗆喔 對喔 老闆 沒有講的 水 好吃 你不知道我先要吃茶 一愛喝醉 一杯 一杯 一杯啊 一杯啊 一杯 來我們試這個咖哩的 很奶 真的很奶 對 它原來是感覺到很奶 真的很奶 我喜歡奶奶的耶 來到我們去吃茶 我們吃完見 一定要去打仗嗎 要打仗嗎 要打仗嗎 旅遊景點的感覺 我小時候來過冬禪寺 其實 不知道有沒有帶過我來 看燈火會 它擺到很長了 就這一間罷了 對 這一間 這個叫佛光幸福宗 換你 喬了會幸福宗 你真的是可以敲的 不是 你知道 Gangiaro有一個綽號叫什麼嗎 就是它有一個小別名 幸福村 真的 而且我們一進來 通過那個標誌 是嗎 那個拳橋都看到了 換你來到Gangiaro幸福村 幸福村啊幸福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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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坐花燈的地方 有兔子 這兔子看起來是新做的 真的很愛吐吐 沒有 因為今天是兔年 它裡面就是用這種鐵的東西 支援著的 就裡面的結構是這種吧 都是這種 很有質感耶這個 它是有五絲的頭耶 這樣子耶它沒有開燈 我都覺得有被美到耶 而且這個有絨布之外 還有這種亮片亮片的東西 很美耶這個 有人後面啊 還有人在坐這耶其實 嗨 Hello 你們好 你們在也是在坐著這個花燈嗎 對啊 都是這樣子靠布還有點鐵絲 然後沖起那麼大的花燈 對對對 然後這裡我們的最後一個過程就是 表布 你們要試試看嗎 真的喔 首先是要怎樣呢 我們先要定位咯 就是你放一點菇 這邊定位它 然後你比較容易做你稍微的拉一下 要給它緊的一個狀態呢 對對對 你們試試看 先定位四點 對 其實很容易耶 你們專業的當然容易耶 你們專業的當然容易耶 你怎麼去緊張啊現在 不是有經驗嗎 沒有經驗吧 這邊嗎 這邊嗎 我跟Gian有功勞一點點喔 對 有一片葉子的功勞 OK 這樣嗎 對了 OK 就一樣囉 它的旁邊喔 你就放 然後你就上面這樣子拉一下 可以 然後你就壓一下它這樣 好 然後再剪 不明白 可以啊 不明白 可以 請我交給我們嗎 我直接這樣子嗎 可以 垃圾 你幫我固定喔 OK 外露這邊 OK 有天骨 我是真的這麼容易 來 是這邊交給你 這邊交完給你 今天我的人要做這個 伊豆湯 太不動了 這下是 這個就比較高難度 因為它是有這樣子轉彎的角度 可以 真的很有中學做 是不是可以 Cash 那種感覺 這很難度 你有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我想做這個會很療癒 訓練你的耐心啊 OK 做好了 我真的覺得很不錯耶 真的不錯耶 我覺得很甜蜜耶 真的不錯耶 很好吃對不對 姐姐 我們做得OK嗎 可以 可以喔 第一次嘗試 真的太棒了 OK 謝謝 成功 哇 這邊就是這邊 新出很出名的萬獸宮 他們有天后宮的感覺喔 有 什麼是 可是門口這些來生肖那種雕像 很有天后宮的感覺 我們現在去拜拜先 感覺很莊嚴耶 這是 這裡最有名的廟 這邊有幾間 但是其中一間 就是今天的時候大家都還可以拜拜的 真的求錢耶 你有求過錢嗎 我求過 我求過 這個跟我們那種就是 遙遙不一樣 它是抽一個 我記得號碼 然後講求什麼事情 然後如果是吧 就是成功了 然後你就可以找你的號碼了 這是我對應的東西 雖然有不錯的機會 但也不可以強求 看起來沒有太好喔 這個錢 哎呀 但沒關係 知道可以預防嘛 呀 這裡我來過了呀 你來過啊 這邊 我來過了 我帶你逛逛 老闆收集很多古董 擺在這邊 嗨 嗨 嗨 謝謝我的order 阿翔問一下 為什麼這邊會叫1969啊 因為這個物質是在1969年建坡 大概50多年啊 我以為是老闆 1969年中喔 差不多耶 對 這個也差不多 那好吧 謝謝 謝謝 那個是可以玩的嗎 其實 可以了 他們就見出來的這種啊 可以給我們穿玩 走啊 我幫你拍照 我真的在等你啊 你幫我拍 真的幫我拍 真的幫我拍 啊啊啊啊 這個不用運動了 這個用腦上了 謝謝 謝謝 哇好美耶 它百胖很可爱耶 有没有叫吗 Hello Hello Come back 很饿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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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哦 它百胖就很可爱 你看这个是什么吗 天鹅啊 天鹅来的啊 比较新的它东西 白色 来 加帕 对啦 你上次来 JJR用主要是拍戏嘛 没有像这次真的是 走走啊 看看啊 这边的特色啊 是 这里真的走到比较多 一直来就觉得JJR是一个 乡土人 情味很重的地方 然后走到一些新村区啊 也是看到很不一样 跟城市的那种建筑类啊 就每个小小个小小个街 邻居都很亲切那种感觉 对 好像都认识你很久这样子 我看一些新闻讲 他们有要把JJR的旅游业做起来的 他们会开始推广更多的文化啊 把油纸给叫回来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很chill一下 而且我们住的民宿啊 都也是很漂亮 很有复古的味道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放松啊 我觉得可以来这里玩玩一下这样子 是 而且食物意外的好吃 好吃 这个叫 Mindor Plant Sakday Garden 哇 可以买东西回去哦这边 哇 你已经开始shopping 怎样要shopping啊已经 好美哦 美到好假 我爸爸很喜欢这种花艺的东西的 大家会喜欢这边的 这也是很可爱圆圆的 对啦 对啦 就是这里啦 哇 这里真的很多各式各样的植物 把这边很舒服我觉得 因为我之前本来去KL那些植物啊 都是outdoor很热很散 就去逛的很舒服 诶 这个会很多人养的 我们不如一人选一盆哦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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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热物是有三个 碗龟 五香肉绝和鸡蛋面线是吗 嗯 是 有干液什么来的吗 嗯 可以吃了是吗 可以吃了 哇 完全不会煮耶 我们找一下食谱啦 五香肉绝三样老实讲啦 我都没有 没有 做过 我以为你讲没有难度啊 我就哇 靠你啦 Jen 诶 可是有碗龟的 很多种诶 今年嘛 我们做一点比较 呃 好一头的 发糕 诶 是怎样 这是种的啊 还是怎样 发糕是种的 什么是种 什么是种 嗨 我们去煮啦 走 你不要英哥 吓到样子 我都你看到很多食材 你很怕 我从来没有那么没有自信过 不是 制作主偏你来 是吃喝玩乐对吗 我其实早就不应该看到那个任务卡了 我是转头走就好了 你应该把刀都要死掉 我都不会煮耶 完全不会耶 我的level大概是 毒水啊 Maggie啊 熟的那种 煎过鸡蛋吗 没有 什么是鸡蛋 完了啦 这一次还要辛苦我所有的工作人员 我们大概看过食谱分配一下工作 好的 我负责剪这个 你负责备这些菜 好的 然后这些就是 倒来倒去 OK啦 OK 所以他已经负责这个红糖发糕 我就先负责了这个是 五香肉脂的备料 好 我先剪 我知道我自己要干嘛 我就先弄这个虾巴 过层肉 你先 我真的是 你打开到他到吗 OK我直接这样子 我直接剪到 好 我靠我这个手法 各位妈妈们 我现在单身了 希望通过这一集 你们对我新的认识 对 然后说no no no 这个不能 以后我只靠你 快点闪开 看 过后呢 我就把这个 冬菇 红蒜头 葡萝卜还有姜片 切丁了它 切小嚼 这样 就把这个 好像剪错了 是不是喔 好像剪错了 没有剪错的可能性 丁仔我们做比较长条状的 OK 现在我的任务 我是要做发糕了 我要把那个糖 参在一起给它融 你耶你现在要干嘛 OK 我目前呢就是 调味料好了啦 然后我等着腌制的过程中呢 我就先来准备一些 鸡蛋面馅的前期工作 就放一点麻油 来煎这个鸡蛋先 哇 很香耶 香耶 你是什么人啊 福建人 我是福建人 叫你新年喔 你拿几道菜是一定会煮的 我 因为我阿嬷是台湾人 其实 所以她有时候煮的东西 是偏台湾类的 新年东西 是耶 她也是有做一种肉卷之类的 可是不是五香肉卷 这是台湾肉卷之类的 台湾肉卷之类的 台湾肉卷那样啊 我潮州就是潮州乳鸭喔 我阿嬷每一年 每一年没有 miss过这个乳鸭的 还有欸 吃什么 潮州乳鸭 潮州乳鸭 潮州蒸鱼 喔 还有那个潮州乳鸭吗 还有那个潮州蒸鱼吗 夹那个潮州就可以了吗 是吗 你有骗我吗 潮州鸡饭啊 潮州走啊 有潮州走的你懂吗 这样会给我耗到啊 没有 我真的觉得啦 一个机卦来讲啦 最能让人讲 你要勾起那个印象的回忆的啦 真的是食物喔 嗯 是吧 我知道的是历史喔 哈哈哈哈 这没有文化的人 还敢讲这么大声 来 来 福建是怎样的啊 给我科普一下 福建 它是在中国的一个 程序 哎 好像是线喔 哈哈哈 你是什么啊 算呀 你不要教坏人啦 OK Wrong information 耶 我们挑战了三样嘛 我觉得卖像上来讲是OK的 因为都有一点瘦彩的点缀 而且这个surprise list 是真的有发起来的 它有发起来 OK 我们试试这个发膏先吧 还有一个我不喜欢的味道 什么味道 很面粉的 嗯 可是我觉得是OK的 是可以吃的 是可以吃的 是可以的 是可以拿来拜拜的这个 熟的熟的 是熟的 这个 这个边 这个 真的有外面 外面卖咯 把那个五香肉 有耶 真的有耶 讲真的像外面卖咧 Cheers Cheers 哇 而且是脆的 是耶 是脆的 酥的 嗯 很好吃喔 把这个都配我觉得 这是很成功 真的很成功 那你是福建人嘛 你福建人来说的话 今天是你家 一定有这个面线的对吗 是 其实是 可是这个不像我家里吃的 你一切拿 所以我很期待 嗯 嗯 嗯 我觉得OK耶 它有一点米酒的香气 嗯 我觉得这样好远 它就摘出来跟你说 对 好的 节目组成功吗 今天的挑战 嗯 有吃了没有 没有吃点还好 难怪你拆一头 我不知道他们的原因啊 不知道 嗯 嗯 又有任务 哦 哦 不想看这张卡 啊 这么没有意义不能 现在 我就进行到此节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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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哦 OK 来美食的意义呢 来 福建仁会在除夕夜的时候 用大火蒸发糕 它的寓意代表发财 代表欢喜 第二样五香肉卷呢 是福建仁在喜庆节日呢 必备的菜式之一 预证的五福灵门 鸡蛋面线呢 又叫做长寿面 鸡蛋代表吉祥 然后因此呢 吃面线代表着平安长寿 耶 有意思 有意思 然后我会觉得呢 其实2022年已经结束了嘛 因为现在是2023年嘛 嗯 其实我2022年开始新年的时候 我的最大的愿望就是 希望疫情快点结束 对 讲真的 2012年的确是有点进步啦 对 都可以开始开放啊 到处旅游这样子 我们来到了真家人 我是觉得是有心想事成的感觉一点点的 嗯 接下来就每个人都希望 2023年就大家更加的健康 更加的平安啦 事事都顺利 是的 因为2022年的确就是 没有到 像我们疫情前那样嘛 我相信呢 2023年呢 是个全新的开始 对于全球人力来说都好 所以希望2023年呢 大家可以看看信息 然后进来看看 心想事成 嘿啊 翁啊 换啊 哈哈哈哈 哎 这个才是可以吃的 刚才那个有点排斥啊 哎 ok的刚才那个 ok 我打开啊 这是火锅啦 青 非常古老的锅 哎呀 火锅是以前我们 华人那种传统火锅 那个样子的 而且是用木炭的 为什么新年要吃火锅呢 其实它代表了围炉的意思 就是不见人呢 在初夕夜的时候 一家团聚围炉 围炉 一起打火锅啦 ok 所以也叫做 新春围炉啦 ok 可以吃了吗 可以可以 年年丰收 哇 哇 这什么地方啊 到底 这也是本东西 真的是也是蛮多东西吃的 嗨咯 你好 恭喜发财 很有心思 真的是好漂亮耶 这边 你好 你们有没有兴趣 你可以参与用刀锅啊 哇 很丑的 你看我 塞了进去 它又粘回出来 你懂 真的很像博物馆 试试 很多东西 好吃这么大 炸得很大力 所以很丑人 推年就一定会吃这三样 我要开始了吧 真的 真的 嗯 像是广缘子 夫编冬 是路 那些小鞋 那些小鞋 更多处理 又不是 做一些小鞋